讲台留给王老师 请您给我们好好地讲讲 这一幅中华文明探源的途径 请 请您开讲 谢谢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20年主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我们中华文明 是怎么样起源 形成 发展的 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我们五千年文明 究竟是历史的真实 还是像有些人说的 只是号称 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必须提供大量的考古资料 所以我们在20年 首先选择了四个都一性的遗址 浙江两主 山西的江峰的陶寺 陕西神木石卯和河南眼石二里头 多学科结合 对这四个遗址 进行大个目的发掘和调查 把中华文明起源 形成发展的脉络 树立出来了 用我的话 高度的概括就是万年奠基 农业出现 是吧 前面讲的稻子农业 宿主农业 社会定居村落的出现 八千年文明起步 农业生产初步的发展 然后人们的精神生活不断的丰富 比如说这个河南舞阳甲湖出土了 用鹤的这个赤根的骨头做的骨笛 七孔都可以演奏 包括我们浙江的跨河江一直发现了八米长的独木舟 就是我们的航行呢 可以突破岸边的这样一个能力 甚至包括对天象的一些基本的了解和认知 六千年加速 社会分化 贫富贵贱的分化 在一些区域比较明显了 比如大墓当中 可以随葬几十件淘气 甚至十几件玉气这样的 但是小墓当中三五件淘气 五千多年进入文明时代 在五千多年的时候 尤其是两主为代表 那就是社会分化加剧 出现了王权和国家 还有一个侧面呢 就是我们也要研究 我们的中国是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形成了以中原为引领的这样一个格局 我们发现在五千五百年 我前面讲了六千年加速 在五千五百年左右的时候 社会分化加剧 出现了一系列 后来成为中华文明基因的东西 比如说龙的观念 龙的观念在六千多年前 在河南浦阳西水坡 发现了一个人 养朝文化的一个人 人骨两侧 用棒壳堆的龙和虎 而且令人吃惊的是 东边是龙 西边是虎 跟春秋战国到汉代的四神的思想 东青龙右白虎竟然是 方位是吻合的 所以这个让我们都特别地吃惊 所以我们的解释是 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和信仰 可以有比较久远的史前的渊源 等到五千五百年的时候 发生了变化 预期成为显示尊贵地位的器具 而子在大漠当中出现 所以这个形成了早期中华的文化圈 等到五千一百年左右的时候 梁祖 在昌天下有梁祖崛起 梁祖古城三百万平方米的内城 相当于四个故宫 外城六百三十万平方米 相当于八个故宫 还有十几公里的水坝 因为这个古城是修在沼泽之上的 北边是丘陵 它要防止山洪对城的寝食 所以修建了一个大型的水滴工程 总长度在十几公里 使这个山洪不会对古城进行冲击 而且那个城墙的宽 大家一般认为是多少米 比如说十米八米 它的城墙的墙积宽是四十米到六十米 大家可以想象四十米到六十米的墙积 十块铺垫 然后上边外边运来黄土修建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三千六百万个 劳动日就是用船一点点来运 所以如果没有王强国家 我们不可能想象 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人力来修建 同时社会分化严重 梁祖的时候脱离了公共墓地 只有大墓 然后在这个祭坛上修建 所以可见它当时的社会分化和权力的出现 是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同时我们看隋藏品 不仅丰富 而且高等级的制品 比如玉器 它发明了这个玉丛和玉壁 两组这个玉丛 我们进行了仔细地分析 一毫米的这个范围内有五六条刻线 大家可以想一毫米是多少 现在都非常难以复制 我们说高端手工业的专业化 并且这些东西是被王权所掌握 同时 高等级的墓葬的男性 往往随葬 制作精致的玉石月 表明掌握军事权力 所以一手掌握军事权力 一手掌握祭神的权力 构成了当时支撑王权的两个途径 无论是玉丛上 玉壁上 这个玉岳上 都有一个神灰 这个神灰下面一个野兽吧 大大的眼睛 然后上面一个人 骑在上面驾驭着 围绕这个主题啊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 比如说有人认为是 这个反应牧主人 骑着这个神术升天 有人认为呢 是两主的这个祖先的神话 因为无论怎么解释 这样一个神会在 两主分布的范围内 广泛地存在 所以呢 存在一个统一的信仰体系 这个信仰体系 应该说是发挥了 维护社会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两主城内 正中堆了一个 30万平方米的高台 20万公斤的稻谷 就是在这个高台的南侧 20万公斤的稻谷 绝不会是 这么一个小范围 能够生产出来 肯定是江浙户 长三角地区 相当广阔的地区的人们的 供拿 为支撑王权的贡献 所以才能支持这么多的人口 所以呢我们说 它确实是 有一个发达的道德农业 所以呢 农业的发展 手工业的发展 和高端手艺的专业化 然后呢社会的分化 把这个权贵阶层的出现 和掌握了这些贵重的资源 和制品 那同时 大规模的 工程 战争的出现 地位低的人 为地位高的人寻葬 甚至比如说 高等的建筑 用人来 杀人来奠基 所以形成了一些人 对另一些人的统治 基于这些 我们认为 两主进入到了 国家的阶段 但是我们说的 心里没有底 首先那个三要素 那两主 无论说 现在没有发现 这个冶金术 文字呢 也没有确认 确凿的 但是它社会分化的 这种程度 你说 它如果不是一个国家 还是一个 所谓原来认为的 部落联盟 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 所以呢我们 就是我们太原公众 设置一个课题 这三要素怎么来的 我们的发现 是从古埃及文明 和两河流 都有一个概括出来的 我前面讲的 很多像玛雅呀 像印加并不符合 那我们就说 我们有了底气 我们要从中国的考古发现 概括出 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概括这个文明的标准 我们第一是 农业发展 人口增加 出现城市 第二呢 是出现社会分工 社会分化 不断加剧 出现了阶级 第三呢 是权力 不断地强化 出现了王权和国家 我们提出了 城市阶级和国家 国家的出现 是文明的 社会的最根本的标志 但是 我们实际上说 国际上怎么认可 能不能认可 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 和上海市政府 从2013年开始 联合举办 世界考古上海论坛 你要办一个会议 倒可能 那你要说 办持续地办 国际上 是不是能响应啊 我当时寝室难安 我这要是 我们发起来 没人响应 这不就很麻烦吗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就写信 给世界上 最著名的考古学家 英国的 建桥大学的 伦福尔勋爵 等了一个礼拜 我说 这要是 这要是不回复 我就 我就没法再进行 回复了 说我们世界考古啊 确实需要 这样一个平台 中国最有条件 伦福教授 已经愿意做 我们的核心成员了 这个我就 有信心了 然后13年 开始第一届 评选前两年度的 世界重大考古发现 和重大研究成果 当然我们就推荐 要评选嘛 我们就把两组啊 时髦推荐 结果 两组和时髦 还真都平了 然后我就 带着这一百多个 顶级的学者 去上两组参观 我就跟着那 伦福教授 看完了一圈 我说 伦福先生 我说我们认为 两组 已经能够进入 文明社会了 你怎么看 我现在很忐忑 回避了几回 说这当然是文明 这么大的社会分化 组织动员 这个人力的能力 这如果不是文明 什么是文明 我就踏实了 接着呢 2019年的7月6号 两组成功深移 成功深移的理由就是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 以发达的 造作农业为基础 拥有明显社会分化 和统一信仰体系的 早期国家形态 两组深移 两组进入文明 得到了国际的认可 就是在这个 两组深移前夕 我应教育部的委托 修改初中历史课本 我打开一看 最新的考古发现 是1970年代前半的 和谋度 我们这40多年 这么多的考古的收获 竟然在教科书中 没有体现 我大吃一惊 我就加了很多 包括万年的道作素作 包括八千年前的古迪 当然包括梁主啊 陶寺啊 时髦啊 这就加了好多 然后有一个教材指导委员会 审查 审查回复的意见就是 梁主 梁主怎么能是文明啊 梁主是部落联盟阶段啊 那我说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 认为梁主 已经进入到文明 僵持 后来 直到六月底了 教育部 说 王所长啊 干脆是这样吧 有学者认为 梁主进入了文明 就这样表述吧 我们很不满意 我说什么叫有学者认为 那么考古学界 是公认的 什么国际上都认可 他说那毕竟 也还有不同的意见嘛 所以就准备妥协了 然后7月15号啊 就准备印刷全国的历史课本 7月6号 梁主成功生移 教育部 给我打电话 王所长啊 这个梁主 得到这个 进入文明 得到世界的认可 还是按照你们这个书法写 如果我们这个 这个生移 这个时间往后挪了十天 那我们7月15号 印刷的教科书 就是有学者认为 梁主进入文明 所以好在 它是7月6号 就叫7月15号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我们按照我们的观点 写的教科书 所以我们觉得 滩云工程 为我们认识 我们五千年文明 做了一点 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做文明啊 要研究中华文明的特质 我们如果对世界 其他文明不了解 你这个概括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意识到 必须要了解 其他的文明 11年 社科院组织一个访问团 去到乌兹比克斯坦访问 然后当然我们会在城内 参观清真寺 等等它的古迹 我印象是个星期六 还是星期天 途中 我一看这个院子里边 有很多石雕啊 我就问范益 我说 等等 我说这是什么地方 说这是他们国家的 历史研究所 也是有考古 我说孙范益 其他的那个古迹 我就不看了 我就进去了 进去我一看一个老学者 正在那整理发掘的东西 我一看 哇那不是欧亚草原的 那个铜器 我就跟他一聊 我说你这是哪出的 我说我们也是搞这一段的 然后我们国内也出了很多 我们还这次还希望跟你们看能不能合作 发掘 他很高兴 就给所长找回来了 我们俩一谈 一拍即合 然后第二年我们就合作 开始发掘 现在我们已经有30多支考古队 在20多个国家 有中国考古的身影 所以中国考古确实是 正在大踏步地走出去 中国考古呢 已经过了百年的这个历程 我们现在正在开启一个 新的百年的征程 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让我们的考古成果 更多地 更全面地 更准确地让我们的国人了解 让世界了解 谢谢大家 再次把掌声送给黄老师 谢谢 云南白药集团气血糠口肤业 植物补义改善神卷法理 云南白药集团气血糠口肤业 邀您继续收看 开讲了 接下来 有几个在您开讲过程中 小纸条问题 一个观众的小纸条问题 是这样说的 说碰到身边一个无趣的朋友 聊起这个文明太原 这个朋友就说 3000年的文明史也好 3300年也好 5000年也好 好像跟我也没啥关系 感觉总找不到力道足够的 辩驳的语言 请您教教我 面对这样的朋友 我怎么用科学高端的话 来对他 我觉得呢 比如说 大家都常常听说 我们人生的终极的问题 我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那对我们中国来说 我们的5000年文明 是吧 我们的延民不断 我们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这个历史的踪迹是有据可循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 对一个正常的 能有一点精神追求的人 那除了自己吃饱穿暖 是吧 除了自己挣钱之外 总应该有一点其他的 或者是关心吧 那就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民族 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我们是怎么样 一步一步地发展到今天 这个不仅是一个兴趣的问题 还是一个对我们今后的发展 有一个有很多启示的地方 您是作为一个学者 您的这个回应还是太温和了 这要是我 我就会说 您怎么称呼来着 你哪位啊 对 没关系 你叫什么名字 我走位 但是你要知道自己从哪来 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渴求 是 这就大到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同样的民族 一个文化 对 所以听完王老师的开讲 我在想 关于考古的话题 做多少期开讲 我们总觉得不够 因为无论是哪一个项目 无论是哪一个工程 无论在这个项目当中 我们发现了什么 你总能感觉到 就像您说的 和祖先有一种交流和对话的感觉 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有一种找到了自己的根的那种幸福感 所以我在想 中华文明探员工程 其实就是在给每一个中国人这样的底气 这样的一种文化上的自信 作为一个中国人 站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你都可以骄傲地说 我来自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 且这五千年文明从未中断过的国家 中国 再次掌声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 也感谢我们今天一百位云团观众和现场四位 好问青年的到来 谢谢各位 下一期开讲 再见 好 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我们起源的根在哪 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来 掌声有请 王威 中华文明文字只有三千多年 这是世界上很多学者 对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一个疑问 文化的多样性 不是一个模式来衡量其他 比如说这个印加没有文字 也没有人怀疑 所以我们就有了信心 三星堆发掘过程中 全程必不可少工具 最重要的是帽 因为现在这个DNA的技术 那个头发进去 或者头血进去 它会影响 那个古人 他的尸骨在土壤当中是保存的 微量的 微量的 一混淆 那就麻烦了 咱们理解文明它和文化的区别 文化是长期以来形成可以传承的 风俗 习惯等等 文明是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 头枕着五千年没有中断过的文明 脚下有多少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藏和文化密码 我觉得这种幸福感可能世界上是少有的 我们的五千年文明 我们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这个不仅是一个兴趣的问题 还是一个对我们今后的发展 有很多启示的地方 所以考古就像我们做一个拼图 每个人的考古都或多或少的能够为这个拼图填上一笔 我觉得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词曲统筹 杰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